好 主编让我下来帮帮忙 好主意啊 看来主编对你不错啊 我们正在昨末 一集自生堂的产品 平面照呢 看看 没准平时只看星周刊的姑娘 有什么心想法 现有的几个点子都还可以 就是不能让人眼前一亮 就更别提震撼了 张翅有动 张翅有动 我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 然后所以也不是特别知道 不过 不过我能从它里面感觉到 你们是要强调突出色彩 有什么就说 这种浓烈的色彩它会让我想到 三元色等比叠加会变成灰色 但是如果我们把三元色的饱和度调到最大 然后再等量重叠的话 它就会变成白色 用白色 用五色 来表现五颜六色 我的天哪 好 走 走 走 整个画面一定要剪而又剪 唇白的底色 模特的整张脸也涂白 把五官阴没条 做睫毛膏 做睫毛膏 只流出模特的睫毛 做唇彩 只露出模特的嘴唇 做腮红 只露出模特的双甲 好 你们就想象一下出来的效果吧 陆明 陆明啊 我就知道 你肯定有绝好的点子的 谢谢 是周田启发了我 我认为这个彩色的纯度 一定要达到最高 你看看你 他整个人都在发光 怪不得想出一个这么好的案子 现在你也在发光 真希望资生堂 会跟我们一样地喜欢他 主编 资生堂的代言人 梁倩如 过几天好像要来北京开演唱会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请过来 帮我们韩善拍一集封面呢 这是一个好想法 乔总监 你请资生堂 替我们联络一下梁倩如 他这次来是别人全程接待 我们不好麻烦资生堂的 是吗 让我去把梁倩如洗回来 帮我们拍封面 有问题吗 我怕请不到啊 可能比你把警察 请到我们家 稍微困难了一点 你现在应该是去找梁倩如 而不是站在我的面前